行政院农粮署举办第三届的台湾炒饭王竞赛 东区区域赛11月30号登场了 分为经典天王炒饭组以及创意巨星炒饭组 总共有28组的厨师来参赛 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举办第三届台湾炒饭王竞赛 分为经典天王组和创意巨星组两个组别 召集了全台湾各路好手拿出独门绝活 运用产销履历国产稻米和在地的优质食材 要炒出最美味最经典最有创意的炒饭 我们今天办理的是我们花东地区的第三届的炒饭王地区域赛 那今天总共有分两组 一个是传统天王的这个炒饭 那它主要是以我们传统的这个蛋炒饭 然后猪肉炒饭还有虾仁炒饭 还有那个蔬食炒饭四种为主要的食材 然后它必须要以80%以上的这个重量的产销履历米 当主要的这个食材 然后以这四种炒饭的形式来呈现 创意天王比赛 那创意天王炒饭比赛 它的要求是要用60%以上的产销履历米做主要食材 然后搭配其他的我们一般常见的地区食材来做创意比赛 那不限于何种形式来表现 前两届台湾炒饭王竞赛不仅成功带动全民来吃炒饭的风气 也达到宣传台湾米食的最佳效果 那个得胜的我们会帮它做一个产业的煤盒 那这两年做出来的结果 听说它的产量已经达到100万盒的这个产量 然后加起来的话 所跌起来的高度有超过60座的101大楼 所以可见这个它的行销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那另外没有得奖的 其实它因为我们这样的活动 也带动了地区的这个炒饭料理的一个兴盛 很多虽然没有得奖 但是它也有参加这个活动 那就变成我们在地的一个打卡美食 那很多的这个参加的那个叶子 来跟我们反映说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 东区区域赛共有28组厨师报名参赛 经过专业名厨名师评审的严格品尝 选出了经典天王炒饭组优胜一位 创意巨星炒饭组优胜两位 将代表东区参加12月16号的全国决赛 要争夺台湾炒饭王的冠军宝座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